好的我们终于开始了比赛 现在我们为了确保直播的胜利来到了主机来OP 希望不卡 卡的话我们就去外面看WTV 那么看上去是有了没点点卡 哇跨的i7真的世界更加清静 我觉得这画面都跟过去不一样 开了YY之后再开那个其他软件 我的帧率是会下降的 不过没那么卡 就原本60帧的话会变成50到40 现在是由另对Loyette的一个八强淘汰赛 不过据说是双败的 第一张地图是TR 然后出生的点位是一个抢双电的点 另选择了一个素科技 有人很多人都诟病说兽主没变化 其实有变化我觉得只是没看没人看得懂而已 因为那么容易看得懂的话 兽主的高手应该比现在多很多 然后兽主是一个很难用好的种族 过去曾经有一个容易用的好的方法 就是直接杀英雄之类的 其实我们看Focus的这种风格就是 不走战术继续走细节 所以有时候会打得很辛苦 然后看一下资源 这边是树商店 也不是说不知道会不会放第二个地洞 然后Loyette这边是双井单币压的一个链级吹风 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20人口也许是20人口再放地洞 因为我们看之前的比赛 精灵的那个单低曲直接进去砍地洞都砍歪歪的 而且令也是深受其害 不过他这个打法是练门口的411吧 我估计练了一个四级宝 四级怪要把那个保护抢了之后再出门 好了当我没说过 呃这边看一下Loyette的保护是拿到了智力加3 我们有一点卡我们下一盘换WTV 先忍耐一下 因为担心再看不到比赛就坑跌了 我们就折中了一下卡一点来看 另用他和这个对蓝胖子的一个独到的理解 让低曲OB他这链级 而且他想让这个三级蓝胖子打不到他 呃低曲要干扰一下抽 5把低曲卡在里面了 粉的是剑身买到 哇这个抢 哦有魔牌 只能说真的屌爆了 调进选手 完成了一个维杀 单剑身维杀低曲 盛带打爆一个AC 还好没死 呃自己捡到了魔牌 眼睛呢也是他拿到的 这个主机而且是韩国主机 所以应该跟网速没关系 有时候APM可以弥补一下网速 确实打魔兽里不做多余动作是最好的 你该点到什么就点什么 但有时候多余动作有他的意义 哎呀抢鞋啊 那里就狂按 我键盘手标左键一起按 以前还有人发明了一个抢鞋的时候啊 就把那个纸巾卡在那个鞋的那个数字键位那里 然后就把那个键盘设置的特别敏感 我不知道怎么做 还有人说过就做我左上角软件这个人呢 还发明了一个你打比赛的时候你想要抢鞋 我告诉你怎么抢 你按暂停 然后再开始的一个抢 保证抢得到 不过你以后你就不用打比赛了 因为人家会过来打你的本人 呃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罗特选择了3AC卡位 念这个大典 然后另用的目标 除了梅珠牙就是过来抢那个永久性宝物 二防加一个头款 宝物比较中庸 没有爪也没有手套 头款是一个可以给TC的宝物 突然是最综合的 罗特派了一个小精英来侦查 确保自己能找到剑胜 而一个低取呢可以给对手一种错觉 可能他没有再练及 而且令前期没有到罗特家里 也就是他有一个侦查的盲点 他不知道罗特是否会用这种打法 而既然他没过来前期又做了一个 就注意都放在了商店 所以罗特这个战术的准备可以是说 呃有一个 呃很敏锐的判断 就我们看死亡笔记 Ello也是一步一步的部署嘛 虽然最后后来他死了 现在都流行不买鞋 然后逼一别洗照好三个大局 再出兵啊再出二英雄 鞋的话我以前记得看 我们国内有一段时间呢 打精灵最强不是fly 呃是blaster 那时候呢喜欢后期把那个就是瘦竹哥 呃 说这个喜欢把那个鞋啊 到50人口之前卖掉 然后破70人口到60人口 现在其实练的这个点 说令前期的一些努力 我觉得是被抵消掉了 比赛是重新开始 一个大局的侦察 然后剑上偷宝贴高药 谋求一个可以继续抢宝的一个节奏 很慢招的瘦王 现在很晚才招 就是生了三本 招了双BW 他有机会才招瘦王 而且他知道令是一个呃 速科技的打法 就是没有放第二个地洞了 他现在他第一时间拆BBS 嗯 没有用这样的打法 而选择练 练到了就赚 而且现在是左下角 可能又要利用 来看一下怎么练呢 能练吗真的 都分散了一战了 一抽一砍一骑射 还真能练 哇诶 冰神里的健身 你把别人的宝抢了以后很难做朋友 哇 哎呀 被BB看出来啊 要是抢了就真的差一点点 这种情况你被抢了也 如果你在平台那里打 也会按摩对手 是MX3 流头是选择了来练一个圆点 左下角 我们看到小精灵侦察的代价 天亮会死掉 另一个是留了自己的点不练 去练远的 然后顺便给自己的 养成自己的剑胜 而且游戏呢 大家都是往一个中后期的方向发展 第一局盼望升到三级 呃 而且我们看牛头如果站在远处的这个商店 第一局盼三 这里现在打 哇这灵魂电套给自己 不给他抽啊 就是不要 哎 刚才有一点杂音 有人开了 玉米你同意设置一下你的发炎 哦好 玉米 哦刚才我那个YY出现了点问题对吧 我没不知道没有声音多久了 如果 呃有点尴尬啊 不过我们现在不要影响 就现在刚才切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罗列特是想要主动求战的 不过令的剑胜还有大部队溃合之后呢 我们现在看到精灵尴尬的一个地方 是没有寻补 也没有无敌 中场被令控制了 而且刚才牛头是练了一个远远的3322 牛头是有足够的经验值到3 而第二张群补买出来再配无敌呢 令也可以压着50人口来跟精灵打一个消耗战 而现在想要练击 第一局没有TP 前期被为TP那个太关键了 不过刚好 没看到 恶魔力所升到3级 现在撤退回去 这里有战争古术做一个掩护 这一波呢 我想起fly那个50人口冲罗列特 那个抢了双群补 3级TC 对吧 都没冲赢 那令这里是果断撤了 其实那波冲出了优势 不过撤退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付出了一个狼奇的代价 等这个狼奇 可以说精灵一定要杀死这狼奇 而受阻在死一个兵的情况下 宽一个点 宽这个点呢 除了经验值和打到的钱 还有这个免费的回复 这就等于一个狼奇的价钱了 而且他得到的经验值是要比对手多了 带了一个加速 现在商店的第二张全补 继续是在他的控制之下 不过精灵的正面部队已经越来越强了 我们看到家里是补了第70人口的地洞 准备再换一波 呃 再来打正面 而我们看罗列特来防换加 甚至放了双BR 呃 不想再 这个地方呢 这一个BR是保护这个井的 狼奇很难冲 就很难说跑进去 呃 跑进去贴着那个井立刻输出 这不允许 而且令这也是先让剑胜去侦查一下 看罗列特有没有这么做 有这么做的话 自己改变策略 不打中期 打后期 后期怎么打 牛头练母奇 这个是他最早用的 给压力让罗列特回一次加 然后自己练集 这样在练集效率上面就有了一个领先 而且练练集的路线我可以给你标出来 还好我没标 要不就打脸了 嗯 已经破人口 现在要抓MF 因为罗列特 啊有TP哦 还是要框架 这个千变半跨的 信息我已经掌握不了 哦 诶 这两个金银龙 已经TP了 牛头没有果断的来 哇远程冲击波 每一个大局 剑胜有魔法 但这样看起来 受诸的部队就很难成型了 这样子被消耗的有点惨 另是拉了苦弓套好灵魂殿 这里确定要打一波 大局被围住 那样子的话 封德就会非常集中 但我们看到罗列特对封德的拉扯 还是很有水准的 双精英龙 头顶精英龙 不能打 撤退 TC还有一个冲击波 看上去非常的虚 后面有四口井还有商店 而且我们要留意商店的位置 没那么容易拆 罗列特在打中后期 确实有一个心得 怪我说他打令 有一个心得 就是要补BR防跑家 这时候精英在家里调整阵型 令是再练一个点 打受诸的部队肯定是打不赢了 就受诸的部队打不赢 都红成这样子 狂成这样子 受诸应该是等狼奇的数量起来 啊 现在有六个狼奇 配合无敌和咆哮 强杀英雄 套好灵魂念 准备这么干了 大局都死得干干净净 tc回头再买一张群补 选择了硬打 63人口 冲击波波出来 我们看到正面战场上面 风德是全力的去点那个有魔的白牛 白牛是没有中精灵之火都那么痛啊 而狼奇也是分了一个小分队到后面砍 剑圣和大局去全力的控制这个口袋工厂 tc已经没有魔法了 所以就随便A过去 现在风德在追这个白牛 白牛是没有灵魂念的 而且驱散还有一个有魔的白牛在后排 被截开来 感觉战场非常的困乱 我们看一下群补有没有壳出来 还有相当多的群补 人口下降的速度差不多 而我们现在就要看英雄的血量了 这里一定不是说优先攻击英雄 tc分担了大量的伤害 有一个大血瓶 罗雷特的英雄并没有受到 一个很多的伤害 另是全力打兵 可能看到有大无敌TP还有血瓶 所以就这样判断 开始逼你用TP了 这Tinker死掉的话就很颓了 你没有群补 受阻有群补 灵魂念的优势就可以发挥出来 只要灵魂念的优势发挥出来 冰宽冰不亏有缘口优势 加上TC打到大血 如果打到大蓝的话 一样拨风德也好拨 就不打英雄了 因为现在对精灵队英雄的宝库都很敏感 呃 我看苦王跟Fly 还有Fly 对罗雷特的比赛 就是执着强杀英雄的时候 现在已经是跳劈 剑圣是跳不过 跳不过那个 呃 精灵 就砍不死了魔猎手 以前都是关键时候 剑圣能拿到一个 赛点 不过那个 最近都是感觉老是精灵拿到赛点 因为他多一个血 多一个无敌 这就完全不一样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宝物是罗雷特拿到 令了剑圣 哦抢这只瑶 拿到了 这是做好TP的心理准备来练这点 牛头可以奔武 现在兽王的话 看看他会不会用战鹰来侦察 这如果你用 呃 不是他用战鹰来侦察 是另用自暴蝙蝠来侦察 啊 这就是细节 奔双武 练回去 呃 如果他有战鹰飞出去 看到剑圣不在附近 他可以再买一个TP 练这里的744 再回头练这744 再练完商店 宝物 经验 群补都能拿得到 再憋一次 不是说不能赢 要承受风险 如果他现在来这里买一个群补了 我觉得是一个中侧 在劣势的情况下选择中侧 比赛后面的一个悬念就会减少 特别里面对稳定的选手的时候 呃 令的牛头已经 练到5级 而且还打了一个智力加6 再买上蓝屏 在破人口之前 他是往80人口来破 呃 造一个基地来做自己人口 等到1000块钱的时候再爆兵 那么出到差不多钱用完的时候呢 就可以一起 苦弓一起采金 能补到80人口 好 看到精英龙飞过来 立刻把钱花出去 然后罗尔特其实心里也虚得很 他现在也不知道对手有矿 不停的用自暴蝙蝠来控制这个对手的精英龙 而罗尔特的精英龙是提前出的 他不是说 48 46人口 就那么多风德的时候再补一个精英龙 他就提前补 被撞了也不要紧 就是他不会一边出精英龙 人口一边有负担 这两个猪挤在一起 这些猪的驱散是很好用的 把精英龙往下来吗 没有 就选择了往DX 哇 这DX看着牛头走过 刚才好像是用了一个什么宝物 是不是加速啊 想要波风德 又被抽一架 但魔法还是很多的 前面 来了一个抢秒DK 狼奇的数量有足够的多 这个冲击波也是变成了单体技能 来点兽王了 逼出了兽王 用出了无敌 我们看到令现在这里呢 就把核心放在了秒英雄阵上 我相信这冲击波会用来秒兽王 来吧 哦 哎呦 跳P了 三个精英龙在头顶 不敢随便驱散 一驱散可能自己死全家 恶魔猎手其实没TP 他虚的 大无敌嘛不就 这些是不听他的 1个 哇 哇 这里留头等一下 表演那个冲击波 波低曲 成为了一个 哇 波妈波妈波妈 波妈 Royte有大无敌 这里大家都在玩一个期间 不是低曲是那5了 双框已经造好 甚至忙碌到没有精力去分苦攻来踩 这样看的话 罗亚特这一把 他刚才那波确实打的 控制的有点好 特别是这个大无敌用不用 一般我觉得都会 不考虑点出来压力太大 而令打的好在好的地方 是他开的框 这是双框的受阻 不担心打到自己框爆 以前都是这样受阻打一波 跟精灵打了个半斤八两 然后最后框爆精灵有井水 受阻有的只是一个远程采金 在风德的数量很多很多 数一下多少 一队再加两个精英龙 造成这个原因呢 有一个关系是因为他 只有一个小精灵在踩木头 不知道他是不是自爆了 这个是 性价比最高的五神狗 以前的话可能是有七个小精灵在踩木头 就多了有 三到四个兵吧 而且是一个加十敏捷的恶魔猎手 也不是开玩笑 加二十攻击 这第一取的攻击力比剑身要高 很少见到吧 再练下去也就是拿个钱吧 等TK复活 罗亚特就冲了 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你全部树里都冲到 兽主的分框去 第二就是你趴下来采矿 然后去跟兽主打一波 换你会怎么做 我们可以看一下罗亚特怎么做 前来是有六百块 有足够的爆发力 可以冲死令 令现在还不舍得把钱挂出去 带着TP 打正面 不想打 TR的阵型很难展开大量的狼奇 何况现在没有大量的狼奇 选择跑 好了看到金龙 在地图的中央 剑身是带着TP 然后TC是带着TP来跑 跑然后剑身一根手分框 房子里要tk丢房子 租啊过来搞你的那个采金农民 双血平一群补一无敌 这双群补一个TP 走一地也爬出来了 再采矿 BR来开一个视野 地址在招5 我都都都都都 这个猪呢 是有一个提前侦察 知道了兽族绕路 这样就重新变回单框打单框 而且我们看到 侦察够 有足够的时间调整阵型 兽族的部队难以展开呢 还是不能下手 只能立刻跑 这又是一场高质量的 OVN 而且这个竖了很漂亮的 全部围住自己的主基地 防止了一个 五级冲击波 强拆家的这种局面 然后这样碰面的次数越多 受阻的那个 呃被消耗的越惨 这里可能要被迫打一波 然后TP 我们看到令已经把安果爆出来 哇一个跳P加无敌 呃我觉得 搞不打死要看跳P 没有跳出来 那个保存 没来的机宽 那第一取在那里 没有宽散保存 杀了英雄就很满足了 走人 刚才 如果能宽散保存的话 令很快 这里我们看大地图 我可以解释这阵型 第一道推进的关口 这个是受阻的防守阵型 在这里打的话 必死无疑 在这边打可以接受 如果推进到这里的话 受阻就无路可退 而我们看精灵 就是怎么一步一步的 寻找一个好的阵型 呃 来打 不过他要等收亡复活 这里就再编个五百连 我们要看一下宝物 他是没有群补的 现在可以去左边买 剑生也来买 令也是 哇哇哇哇哇 买了一个群补 无敌被买了 哎呦这样的话 有商店可以买一个 保存 不过保不了了 剑生顶无敌来看 刚才不知道是 罗列腾买不到 还是说 他不想买 他可能想买一个群补回局 他就不买无敌吗 应该是被剑生买 买出来 那宿主远口优势直接过来刷井 这四口井砍掉的话 哦 直接瞄准受亡 啊 这个阵型 精灵虽然挺好的 不过TK买出来半血 哇哇哇 rua 大哥原来里在这里 道野给个镜头啦 再来一下冲击波 这才叫爽 跌我越过前面 奔涌地在砍大局 我们看到罗列腾在卤力操作 给疟来走位 不让TCowo在一块 现在狼奇 哇roux 真的還沒充到喔 現在金融沒有變蛋白牛是果蛋的吹散了一下 好了 惡魔獵手守住這些月亮景 現在打井的性價比確實比打惡魔獵手 哇 定神 好一個基地 這個時候請做一個 用什麼表情呢 悲笑的表情就可以 哇 這個其實剛才是有時間保存的 但跳皮是連續跳出來 這個牛頭 想要單挑惡魔獵手 現在他就是想死而已 已經有點罪功之一不再久了 這個人是死了 這個人是死了 這個人死了 這個人是死了 过来吃一个尽快药水单刷令的分框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就很难讲 证明的手还可以到6 而且这里有一个完美阵型 这里第一群没有无敌了 单体技能冲击波 哇 精神风暴 看秒杀关键的狼奇到6 没时间 这到底多大仇了现在 现在会来拍基地吗我在想 这苦工我觉得会成为一个基地 我们把镜头放给苦工 然后 罗里特也是 一个 呃 玩乐的心态 就是 配合一家令 诶 你拍我数啊 我也拍你 赢不赢已经没所谓了 我拍你两个 你拍我一个 你说这样比赛谁赢了 令神不能忍了 赶紧再拍一个 再到旁边拍 你要买基地拍才是真的高境界 你这样拍 属于比较那种 呃 呃 初级的 初级拍基地 你要攒够6个基地 要一起放出来才有观赏性 那我们第一场很屌爆的结束了 我们看第二场 拜拜 好 录视频惯了说拜拜 就我们其实是马上进行了 我们下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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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下车的 糕 那我们下车的 就没有下车的 我们下车的